请你 没事 别怕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 西越做得不好也不能怪她 她在机构请了十几天的假 拖了好多节课 请那么多天假干嘛呢 她生病了呀 手足口病 不是 发烧才两个天嘛 干吗要请那么多天假呢 一定要医院开两次证明 身体好透了才能去学校的 不然传染性很强 欣远 来 乖 把嘴 张凯让爸爸看看 乖 没事了 不没事了吗 你光想着 他不传染别的小朋友 你怎么不想着 耽误课程学习 影响我们欣远当第一名呢 不行的 妈 万一人家孩子身体弱的 高手都要收坏掉了的 优胜率他这是自然法则呀 老公 你别胡哨八道 记点口德 快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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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别的孩子 抵抗力都能那么好 你不是天天在家照顾孩子吗 为什么把他的身体搞成这样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呢 老公 我真的是全心全意在照顾欣远 天天做的饭都是营养均衡 营养去哪儿了 营养上哪儿去了 爸爸 你不要说妈妈了 来 来 我那边坐一边坐一会儿 一点都不烧了 真好 爸爸啊 不是想说妈妈 爸爸的是担心你的身体 你看你 都瘦了 是不是啊 明天啊 去找个私立医院 挂个营养科 看来有什么办法给孩子 增加点抵抗力 营养补充一下 还有 密营这边你得盯着 落了那么多节课 人家是大机构 你不盯着人家 人家不会主动找上门来的 这每节课都是钱 你不盯着人家 这个钱就是白花了 是不是 我的妈呀 我每天这么叨叨叨叨叨 你不烦我都烦我自己了 但是老婆我跟你说 我真的挺累的 我真的是挺累的 我也不愿意这么到 我就希望家里好好的 孩子太太平平的 好了好了 老公 我知道错了啊 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给你做晚饭去了 不用不用 不用 我自己泡个面就行了 好好陪女儿吧 馨悦 馨悦 听妈妈话 爸爸爱你啊